各位進到簡報35頁 我們就用遙控器來控制它 因為遙控器是上面多了很多按鈕 我們剛剛即使用點擊燈泡 就是只有開跟關的功能 總是要再變出其他就不容易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遙控器 就可以做更多的功能 但是要做之前 還是要麻煩你先停止程式 因為你會發現 如果你現在在程式執行中 有沒有發現這裡不能按 有沒有點擊不能換別的互動方式 一定要停止程式之後 它才可以切換 好,請你把它切換成最下面這個遙控器 遙控器,遙控器 請我們家的遙控器跑出來了嗎 各位,你的遙控器不是只有這樣 往下捲動還有 有沒有看到往下捲動還有 對不對 還有那麼多可以用 好,那至於要不要協同控制就看你了 好,如果不需要我們就先把它勾掉 沒關係,就先把那個協同控制我們就勾掉了 在電腦上玩就好了 手機就先收起來 因為老實說上課要專心嘛 不然 看手機會分心 Line來了 有沒有,FB來了 你就 好,所以我把協同控制我們先關掉 那你要做這個 一樣的 剛剛點擊燈泡這個 是不是另外一種原本的互動方式 那個積木就不要了 我們請大家還是一樣 就只留下開發版跟LED的腳位就好 下面點擊燈泡這個 丟掉 你把它按Delete 我丟到左手邊 請保留 這兩個就好 好,這樣清空了嗎 好了 那我們看左手邊 所以你在這裡面你就可以做幾個互動啊 像我這個裡面 我打開給各位看一下 我這個裡面就有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 你看 按下1可以切換狀態 按下2是不是打開 按下3是不是關燈 對不對 按下2 2有兩個 按下去 開 放開關 然後呢 3是閃爍 4是不是也是閃爍 只是時間不一樣 那我們用遙控器還有一個好處 因為遙控器有沒有一個小小的螢幕在這裡 是不是可以顯示一些相關的訊息 對不對 你們家遙控器有沒有螢幕 大部分都沒有嘛 所以如果我們有時候不確定到底有沒有按到 你是不是會一直按一直按 這樣很討厭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如果它上面有顯示 那你就知道你按到還是沒有按到啊 所以這個訊息 可以方便我們做互動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囉 來 一樣的 找到我們左手邊左手邊 網頁互動這裡 是不是最下面就有一個遙控器 好按下去之後我們來看看它有什麼積木喔 有沒有第一個就是了 按了遙控器之後 做什麼事情嗎 就是網頁互動的最下面 網頁互動的最下面 是不是有個遙控器 都找到了 好 往上這裡 拉出來 那你看到這個 圓圈圈 按下去 這裡面呢 就會有我們剛剛 右手邊遙控器裡面所有功能 不過各位要特別注意一下 第一個圓圈圈 並不是零喔 它是哪一顆 就是上面那個紅色的這一顆 有沒有 所以它的圓圈圈比較小一點 也不是O 那下面還有很多 有沒有 這些都可以用 那我們就先設成1好了 好如果我按下1 那我就希望做 LED燈 好找到LED燈 有沒有一個狀態切換 剛剛我們不是用過嗎 切換狀態這個 把它丟進來 當我按下1的時候 我就把LED燈做狀態切換 反正亮就關 彎就亮 但是我們剛剛不是說 希望把它顯示在螢幕上嗎 那螢幕是誰的 是不是 遙控器上面的 所以一樣的 找互動區裡面的 這個遙控器 好左手邊找到這裡 你會發現有一個 叫做遙控器螢幕 第二顆積木 有沒有遙控器螢幕顯示什麼 對不對 好你把它拿出來 就接在剛剛這個 遙控器按鍵的下面 那要顯示什麼內容 當然每個人 就自由決定嘛 所以這個就是層次的基本功能 就打一個文字進去 可是後面沒有積木對不對 怎麼辦 找左手邊 左手邊你看一下 找基本功能 有一個叫文字 基本功能這個點開 找到文字 第二個是空白的 把它拿出來 接在顯示器的那個後面 接在這邊 你就自己打進去吧 因為每個人想要的不一樣 你可以打中文 你可以打中文 好我這樣打好了 打好了 你可以馬上先測試一下 執行看看 執行看看 當我遙控器按下1的時候 已經有人玩到語音了齁 你把它執行一下 按下去 看會不會切換 這樣有嗎 好這樣子我們這邊 這樣就有這樣的效果了對不對 那你其他顆的就是一樣的 這樣會做的嗎 所以 有一個我補充一下就是 同一顆按鈕 事實上可以有兩個功能 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拿第二顆來試看看齁 我再拿一個進來 請問 積木可貴的複製 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按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一個複製 在積木上面齁 來 這裡 因為呢 其實我們這裡有三種狀態 三種狀態 點擊按下放開 到底有什麼差別 放開沒問題 我知道你放得很開 但是呢 點擊跟放下差別在哪裡 差兩個字 點擊叫做按下後放開 按下後放開 才算完成這個動作 這樣了解嗎 按下叫做按下不放 所以按著不放是一個動作 放開是另外一個動作 所以如果你同一個按鍵 要有兩個功能 我就會用下面的這個 按下跟放開 這樣理解的 好所以 當我按下 2 我希望 LED燈 來 這個丟掉 LED燈 打開 這裡 我就直接用按就好了 好 那我再複製一個囉 你看這裡複製一個 當我放開 是不是我在這邊是同一顆按鈕 只是不同狀態嘛 放開之後 我就把它變成關 我就變off 所以我們記得喔 層次有改字 不要重新執行一次 所以我play一下 當我按下 2 不放 有沒有是按 放開之後 有沒有被off 這樣有了解我們寫層次的概念嗎 按下 放開 按下 放開 所以其他的就交給各位 你可以自己嘗試看看喔 那麼如果你覺得 既然已經玩到這邊了 直接開老師下面的打開 也可以好嗎 好 如果你懶得寫的話 你就直接開下面已經完成了範例檔就好了